一碗十多斤馬薯 熱呼呼染烘烘圓滾滾 在鍋裡療癒翻滾 小小馬薯攤 熱氣跟買氣一樣滾燙 不好意思 排隊的話一排直的就好喔 可以用兩個鐘的 冰的 熱的 幾個人啊 兩個人要什麼 三個人沒問題喔 最辛苦的應該是熱吧 裡面爐子很熱 然後夏天會更熱 冬天就是舒服的溫度 然後再來就是要酒站 四點半算到可能十二點結束 然後熟灘可能一點一點半 但要顧好每一顆飽滿熟透 烘潤原亮 人就得跟著在熱鍋旁邊熬著 對 麻糬我們冬天夏天就可以買 對 因為熱的也很多人吃啊 我們一般都先泡米 差不多泡兩個小時左右 然後再去脫水 我們說差不多五六點 他去睡覺 他睡到下午一兩點起 起來又開始做 林家兄弟說 這是當年老爸老媽賣麻糬的堅持 因為做路邊攤 其實懸問很大 幫我帶麻糬 帶筷子 我們做第一個喔 座位一號 帥哥 不好意思 我們點晚餐再入座 感謝你 有沒有要邊走邊吃啊 美女 邊走邊吃 邊走邊吃不加鈣可以嗎 可以 好的 稍等喔 來 擺攤學耐熱 也學著對客人要有耐心 是林鎮照教給兒子的經營心法 不過他在路邊 討生活的大半輩子 最初根本不是做麻糬 而是賣冰起家 我們冰本條冰 我們是用手工做的本條冰 那時候很夯 因為夜市 我們營家夜市有 一般都是賣白天的 沒有人在賣夜市那個本條冰 後來經過那個山區清安 然後變成我們的刀削兵的方式 變成就已經是不符合現在的 年輕人要吃的 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賣麻糬冰 因為當年俗話說 要賺錢 第一賣冰 第二做醫生嘛 但沒想到 食安風暴 說來就來 那個時候呢 就是台灣整個的冰品類 全部都轉型了 所以你在選食材的時候 就像當初我們在創業的時候 我老公就講過一句話 我們不能去強調說 不是說你價錢 而是要強調說你的東西 是你要用心去把這個食材 把它用好 那你客人才留得住 因為我們一直就是 盡量都用台灣的 因為真的香味不一樣 刀削兵生意乏人問津 加上賣兵很吃季節 收入不穩定 夫妻倆想著有什麼東西 一年四季都能賣 又能做街邊生意呢 我們就是每天試啊 因為我們剛開始創業的時候 我們會去研究 這個放多久是什麼Q度 放多久是什麼Q度 客人也是跟我們講說 我們家的麻糬就是說 即使就是放一兩個小時 也還蠻不錯的 就這樣邊試邊做 賣起了古早味麻糬 數十年都堅持用純糯米純手工 只要是吃下肚的 食材原料都有講究 原糯米我們要用舊的糯米 為什麼 因為舊的糯米會比較Q 輕的比較不會那麼Q 這個下去有機會會黏刀子 因為它沒有加粉 所以它不能用機器 湯圓下來就可以了 湯圓它有加粉是硬的 所以用出來湯圓 就一顆一顆都是硬硬的 這個是軟的 林振兆快手分捏 太太淑娟姐搶手塑形 這是夫妻倆創業圍堅培養出的好默契 而當年為了養家 淑娟姐也是過了好幾年 白天上班晚上白攤的苦日子 哈冰的爽菜聲 在夜市喧囂中嘎嘎響起 這時軟弱香甜的麻糬多了一股清涼 原來燒麻糬也能冰冰涼涼的吃 麻糬是熱的嘛 因為一般我們炒冰不是吃酸就是甜嘛 你這樣子花生跟芝麻調下去加你點滷 喝起來很清爽型的 大家就不會想說我吃完我再去喝個什麼飲料 就不需要 所以客人他會覺得說我們家的麻糬 會炒得很大碗 小小一顆麻糬就跟人生一樣冷暖自知 很多大環境的挑戰也是說來就來 夜市小攤位也不能不求新求變 疫情的時候就是這邊是 真的是 不能擺都沒有人 根本沒得賣啦 就是客人意氣相挺 尤其常常這些年輕人啊 我都會跟他們講說你們很挺阿姨啊 都不怕死的啊 疫情的時候那前後面的時候 我們都在家裡在做花生蕩在賣 才能夠維持現在 我也很感謝我那個阿嬤 他很願意教我 我兒子也很認真去學 他已經77歲了 對然後大部分會做的已經很少 我是跟他講說你不做了 那你現在把這個放棄掉也沒有人繼承嘛 因為現在說實在的 台灣手工做的真的越來越少 以惜記得出不了攤的日子 馬薯攤只能改做伴手禮 賣起了花生糖 芝麻糖 等我說危機就是轉機吧 但其實還有一個重要挑戰 也是最困難的一個 Sorry B4F這樣 筷子這裡 這樣 手拿著來 來第一層馬薯連冰一起吃 然後第二層把馬薯買到冰裡面 有點像冷熱丁的吃法 第三層邊吃邊扮成丁沙 有些客人會覺得很開心 老本人還蠻親切的 可是有些客人又會覺得很兩極化 比如說我們吃個餐 然後就是會有點打擾 我們要看著你講話 也不可能說邊吃然後不回應 現在的年輕人想法不一樣 不像以前老一輩的年輕人那個想法 那你可以覺得磨合許大概久了 也沒有說長沒有辦法 還在磨合 但他知道兩代大不同 媽媽認為守住傳統掛鋼琴很重要 但兒子們也很看重規矩 首歌一定會比較 比較會聊天之類的 就可能會先點餐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 可是我們第二代想法就覺得說 就是先點餐完點完餐後然後再入座 就是會變成說一個動線跟順序比較清楚之類的 不會說整個現場很亂 這邊喊這邊也喊然後到處都喊 我忙是應該前兩年吧 有一次雙十節拍到不成拍到那邊去 後來才覺得應該要有一個動線 然後一個點料 然後一個那種號碼桌 這樣客人也不用等太久 他們會比較屬於要有SOB 我們夫妻是屬於比較有一點那種 老客人的那種 舊室的想法 一家人那烘烘的磨合也跟馬鼠很像 裹著顆粒外表裡頭還是又軟又暖的 每個人做事的方式不太一樣 不同的客人其實速度上也會不太一樣 就是每個人要去適應不一樣的速度跟狀況 會容易吵架嗎 吵爆 對 但是就是公司 就是我們公司分明嘛 就是對事不對人 那你工作的事情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就像這些看似尋常的花生馬薯 芝麻跟糖水 都是很多人從小吃到大 也吸引國際旅客遠道而來 就只為了這一碗台灣味 請坐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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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 現在的麻薯不像以前就是只有吃醜肉 而是大家的客人品味也高了 那我們當初在賣的時候就覺得說不對啊 以前都是細粉 那我們現在是用這種顆粒的感覺 讓客人利用咀嚼花生粉的香味 加上麻薯的QQ去吃 我常常在講說我們家變成一種就是既是古早的東西 又又有新的創新 傳統小吃保留古早味的時代記憶 也成了熱鬧夜市 米粒不搖 冬暖夏涼的甜蜜美好